《诗诗文章故在未经》 每代是能做的事 能準備不給你那麼多 快不要等 快不要出現一條 請喝一條 你還要喝 夜 換 夜 換 不換 老的 頭 問 天 長 人 將 春 長 能 家 長 長 長 成分 家 分 緣 分 允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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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心想 快 雨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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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一條 遺 情 後一條 田 揚手 早一點 你要猛 晚一點 你要猛 紧一点地压送 买一点衬补 莫莉 妈妈回来了 妈妈 妈妈 谁 谁啊 你怎么在我家 我怎么就不能在你家呢 谁放进来了 你说呢 刘茉莉 刘茉莉 我不在家 她说她不在 怎么 你要对茉莉发火是吗 这是我家 我现在不是工作时间 还有 以后我教育我女儿 麻烦你少插手 你怎么教育女儿我不管 你要让我走可以 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就行了 什么东西啊 装傻呀 当然是你拿走我这东西了 我拿你什么东西啊 什么 病例 真是的 我带你家找了好半天了 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 就是没有 可能性只有你一个 不是在你身上 对不起啊 你这人有没有素质啊 你没经过别人允许 随便发人家里东西啊 你怎么知道我未经允许呢 我是那种没素质的人吗 刘茉莉 我不知道 她说她不知道 那是我的病例 凭什么给你啊 无知真可怕呀 不过没关系 我解释给你听啊 病例的确是你的 但是这份病例 是医院存档用的 不能败借 我拿去看呢 那是内部交流 如果你拿去不还的话 那是盗窃 刑事案件 你骗鬼啊 我才不信你 不信是吧 你可以上网查一查 医院档案保护条例 我等你查完啊 如果你查完了之后 你还是不还我的话 那就对不起喽 我只能报警 你可别忘了 我医院办公室里 可是有很多很多摄像头的 你干什么我都看见了 证据确凿 来 赶紧走 装什么急 你干嘛 我得检查一下啊 万一少两页呢 复科检查有什么好看的 你还给我 用我的复合检查 这是医学研究 谢谢 莫莉 小爸走了 小爸再见 这边病历 其实我看过很多很多遍了 一百多遍吧 回来了 回来了 别看了 我刚从姜天兰家里出来 你 我也不觉得这么晚 在一个离异女人家里逗留 有什么不合适的 韩向东 你能不能离姜天兰 还要莫莉远点啊 不能 你跟姜天兰不是离婚了吗 离婚了他也是我孩子的妈 我告诉你 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 换女朋友跟换衣服似的 怎么着你现在是 这年轻女孩都玩够了 开始玩中年试婚 淑女了 姜天兰那是没脑子 但只要有我在 你休想占到他们娘俩半点便宜 还真被你猜对了 我现在就喜欢离姨带小孩呢 要是女孩那就更好了 我今儿就把话撂这儿了 我跟姜天兰是在一起了 而且 我是人称的 你 你也亲耳听见了 莫莉都叫我小爸了 迟早有一天 我会把那个小子 去掉 我会把那个小子 去掉 我去 刘茉莉 以后你再也敢把陌生人放进来 妈妈对你不客气 可冬老大也不是陌生人啊 闭嘴 好好反省 妈妈 医学界十大钻石王老五 还想动吗 真这么厉害 你以为我不敢抽你啊 我那是给你的面子 小样的男性 你以为你以为怎么着呢你啊 我不是你的对手 我呢 怎么样 真猛 你们还得功夫不错吧 我 是猛 你说你干什么呢 大半夜的不好好的 嗨嗨的想干吗呀 我练拳呢 没看出来啊 练拳干吗 我练拳我 你管我干吗呢 你妈那国标拳你要不要学啊 你疼了吧 就你这两下子 也就叫一句老邻头 你这这这这 别倒腾了 正事 啥事 差点忘了那个 敏秋 和周末带小雨来看看你 是敏秋自己提出来的 还是你说的 当然是人自己提的了 人家敏秋是谁呀 人家敏秋呢 是知书达礼有教养的人 就我说嘛 我这双眼绝对不会看错人 她现在都提出来主动见公婆了 我看你俩的好事就快喽 我告诉你大蓝的 这事你自己想行 你千万别当着敏秋面问 我不问 我不问 我傻呀 但我还是那个政策啊 趁热打铁就拨下驴 绝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走了 小词还挺多 我告诉你 这些乱七八糟成语 你见面的时候你 你一定挑着用 要慎重 知道 我不说 我就亲自下厨 做一堆好吃的菜 然后啊 我让她明白了 到我们家来做儿媳妇 那做饭必须得像样子才行的 大蓝的 我跟你说啊 这事不急啊 等哥们我啊 把她取进门 有的是你慢慢调教她的时间 哥们我不晓得感觉有多好 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赶紧去看一下菜谱 看那天我们到底吃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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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你 好 我 好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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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真的认为 不能生孩子所以才离婚 你是不是真的认为 我这事开玩笑很有意思啊 我这个样子像在开玩笑吗 你长得都像一个玩笑 随便你怎么说 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因为有人不能生孩子就要离婚呢 那是因为你少见多怪 你什么都不懂 再说了 你 你不是不能生孩子 你能生孩子啊 你有莫理 因为你不能生孩子就要离婚 这个说法很不可学 很不合理啊 你也完没完 你告诉我 我就完了 你不告诉我 我就问莫理 你敢 你试试 领导 报告帮您改完了 那 您要不看一眼 您要是不愿意看 那我帮您念一遍 那我帮您加杯咖啡吧 我真多余 我帮您 您要的 迷秋啊 怎么了你 没事 我还以为爽爽的 我想送给阿姨一个礼物 您帮我看一下哪个比较合适 您要送我妈这个啊 不用了 这这这玩意儿死贵死贵的 放心吧 我有个朋友在卖这个 能拿到折扣 我想来想去吧 真的不知道该送他什么好 你说吃的 喝的 穿的 用的 他肯定什么都不缺 我买了也不一定能合他的心意 老人嘛 还是健康最重要 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只要肯去 我妈就特高兴 这 这些都免了 毕竟是第一次正式上门嘛 总是要拿得出手 你帮我做个决定吧 行 那 那就这个吧 红外线呢 可能对老人鼓个好点 跟我想的一样 我也觉得这个好 你替我保密啊 我想给阿姨一个惊喜 大死都不说 那行 我先走了 对了 给茉莉买的裙子 她穿得合适吗 合适 特别合适 就跟给她定做的似的 你这眼光真准 周末莫莉回来吗 当然 那好 我先走了 慢走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惦记传众接待呢 你知道什么叫婚姻吗 我是没有结过婚 没有你体会的深刻 但是我很清楚 婚姻不是儿戏 不是闹剧 更不能不负责任 但你要知道 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 决定要在一起 组建家庭 是需要勇气的 无论他们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他们的初衷都是美好的 其实很多婚姻的破裂 都是因为意外 意外的人 意外的事 人生也是要经历很多考验 婚姻也一样 我只能说 我只能说 我跟刘展鹏 没能经历出婚姻的考验 你不要给你婚姻的失败找借口 更不能因此让茉莉 去承受你们婚姻失败的痛苦 好了 我不跟你这个未婚妇产大夫 谈你这不成熟的婚姻关 偏见 完全是偏见 而且浅薄 我不是复合大夫 我是研究生殖医学的 且不问这两者之间有多大区别 就算我是复合大夫 那又怎么样 就算我是治疗不孕不育的 那又怎么样 你知道这是多么好玩的一件事吗 你想象好没有 人类发展至今一百多万年 现代医学发展至今七百多年 治疗不孕不育二十多年 何其短暂哪 关于生命起源 有多少被解释 如何从没有生命的碳水化合物 转变成有机的蛋白质 如何从三叶虫 演变成如今的人类 你这些都想象过没有 没想象过 好 我们不谈哲学问题 谈生理问题 生命 是多么地神圣和复杂 而我韩相对 居然掌握了其中的规律和窍耳 好 我再给你打一个简单的比方 他是刘展鹏 他想尽了一切的办法 使上了浑身的力气 都没让你怀孕 这个时候 我韩相都出现了 我不费吹灰之力 一来一去 西上八下 十分钟真的让你怀孕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我在进化程度上 比你跟刘展鹏更高级 怎么样 动心了吧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虽然我的专家号 已经排到夏合月了 但是看在小茉莉的面子上 让你插队 不用 不要拒绝 真的用不着 请你不要拒绝 你放心 我这辈子都求不了你身上 因为我有一个茉莉 已经足够了 十分钟就搞定了 这都几点了 这都几点了 还不叫天晴起床啊 这样会迟到的 迟到 怕你找他要厚厚本 早走了 什么 走了 走了 你说你也不早告诉我 我一大早在这儿趁着脖子 趁得这么长都快断了 那不正好吗 每一次茉莉啊 去动物园 最喜欢看的就是长颈鹿 下回我告诉她 不用去了 咱家就有一只 别动 你啊 就是个小心眼 不许吃 我就小心眼了 户口本不要回来 不许吃饭 不许吃 你要这么说 我还就不去了 你说我江建国 在这个卫生局 干了有三十多年了 我什么时候出尔反尔过 我在卫生局也是个人物啊 你现在这个事情啊 你 你 咱 获回味儿给出去了 话我也说出去了 那就证明咱们已经 同意了这个婚事 随其自然吧 说不许吃就不许吃 是谁说的 当初天兰的婚事 咱们拦住 天晴的一定得拦好了 看好了 要通过仔细考察 不是说好了考察期两年的吗 你几杯酒一下度 这考察期就提前结束了 你几杯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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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那天我是多喝了几杯 也喝醉了 但是我绝对没有胡说八道啊 两年的考察期也是我说的 但是对有的同志来讲 贡献大 表现好 你完全可以提前结束这个考察期啊 再说了 天晴多大了 二十七八了 你再让等两年 那成老姑娘了 你这个当亲妈的就不心疼 我就心疼 我再着急结婚那么大的事 总得有一过程吧 你要完成这个过程的话 它就得有一个 有一个 普遍性和特殊性 什么是普遍性 普遍性 普遍性就 你看你没当过干部 就 就两个人的婚姻来说吧 两个人相亲相爱啊 情投意合啊 对这个未来的婚姻 充满了美好的愿望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 那 那 那 就得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这就是普遍性 那什么又是特殊性呢 什么又是特殊性 特殊 就是 天晴这个事就是特殊性了 他和小郑了解的时间太短 接触的时间也太短 需要磨合 这就需要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要抓住矛盾的重点 解决问题的本质 这就是特殊性 说重点 说重点 主 重点 你这么说吧 我是这样认为的 小郑 她有责任心 有事业心 我看她和天晴也情投意合 还有啊 你没看见小郑对你我的态度吗 那不光是对你我的态度 那是对天晴的尊重 我们也要找上这么一个女婿 完全可以提前结束她的考察期 让她上岗 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也没什么好挑的 又可是我们才见了她几次面呀 她会不会是装的呀 沈老师啊 要对这个问题 我们心中还是有数的 你说我 当过兵 在这个卫生局 当了这么多年干部 再说你 当了三十年的老师 我们两个的生活阅历 加起来都超过一百岁了 她即便是装着我们能看不出来 还有啊 我也对她进行了了解 掌握了她的情况 你就不相信自己的话 还能不相信事实吗 对不对 不行 这个 一时一明不能毁于一旦 时间来不及了 关于这个婚姻 恋爱 家庭的问题 理论和时间的结合 我回来再跟你上课 说得挺有道理的 怎么着呢 怎么着呢 赚了还是亏了 我就说吧 我就说吧 就怪这个臭女人汉大别墅没了 赔赔了吧 我不管啊 年底分后你一分你也少不了我的 这绝对是你政策上的失误 你 谁说我失误了 你自己看 赚了啊 要不说人凤姐好呢 听说咱俩担子没了 夸给咱顶个大顶 咱得好好谢谢你 凤姐 你现在就是演艺力一般 真实的有奶就是娘 你背后没少说让凤姐坏话吧 你什么呀 你看你现在这样 你见了毕老爷还谄媚 那真的见了毕老爷 你能让我干啥我干啥 我妈说了 人这一生遇到几个贵人不容易 是不是 我的贵人那就是毕老爷 你看毕老爷带着我上春晚 火了 那你的贵人那就是凤姐 泰哥 真的 你给我点钱 咱给凤姐买点东西 没必要 怎么没必要啊 是不是 这肯定能收回来 我妈还说了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牢 你赶紧赶紧 你妈都能出本书了 书名就叫你妈妈说 亏马说 亏马说 你这够干什么呢 这钱都毛了 你这买啥呀这能 你再给点 你 行行行行行就这么多了 能买什么买什么 抠 你就抠吧你 咱也不知道凤姐看上去啥了 抠死了 记得开发票啊 您的简历的确很优秀 但很抱歉 这个职位啊 我们刚刚找到人了 很遗憾 我带着 不 我也忘了 是,amet Marcus 嗯 我不想吃饭了 我们去这边儿女儿子 我只想好好睡一会儿 哎呦 都不起来的 想睡点也得先吃饭了 来来来 停会儿 把饭吃了 昨儿加班了 肯定熬夜看电视剧了 我十一点就睡了 你十一点睡怎么还能这么困呢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昨儿睡觉时候梦游 做贼自己不知道是吧 你看看你的眼袋 多可当了都吓不渴了 真的 当然了 哼 再这样下去 我真的就时日无多了 昨儿我都怀疑你是不是在家睡觉呢 弄得这么憔悴 老睡觉带干嘛去了 还不是我家江科长 天天追着我一样糊口本啊 我这两天为了躲他 我说早出忘归 披心带月归家去 奔机起舞出门来 我都要买给人用这儿 真是泡桃 真的呀 要不然咱们把后果本还回算了 反正咱们也不能争取登机 不行 绝对不行 有后果本在手里 这好歹也是有个武器啊 万一哪天出了什么事 真的能用得着呢 你就放心地拿好 我 挺得住 行不行不行了 赶紧吃饭 在革命道路上啊 坚决不能当饿死鬼 是吧 没错 这位 你说再买点吃啊 我说吃点好 对不起 我们招聘人数已满了 对不起了 郑小姐 我们只招已婚已遇妇女 对不起了 我们只招应届毕业生 sorry 我们只招二十出头烂 什么玩意儿 谁也打不夸我拼你三几 谁也打不夸我拼你三几 服务员买单 小姐你好一公司一百四十七 嗯 能招卡吗 可以但是要到前台 好我自己去吧 好 我料之中 对不起 我还没用 好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行 淘丹这种过错的事情 岂是我拼命三姐所为 整体 淡定 一定有办法 小姐 是您要刷卡吗 是 请这边请 你们家的菜实在是太辣了 我想再加一些爽口解辣的甜品 好的 你帮我送过来菜单 好 小姐 我接电话呀 又把手机当BB机啊 小姐 这是本店的甜品菜单 这是小姐刚才消费的状态 我还没点完菜呢 你点 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 那我就向小姐推荐本店的特色 水果沙拉和焦糖布丁 特别爽口解辣 给我搁来两份 好的 你们这儿有什么甜品做得很精致的 本店做得最精细的就是这个提拉米苏 给我来三个 再给我来一杯冰的柠檬红茶 一杯冰的蜂蜜柚子茶 冰块加得越多越好 好的 谢谢 我自己是吩咐下去 尽快上来 不着急 那儿不是新来一桌客人吗 先寄着他们来 我这边最后商量都行 不急啊 好的 小兔崽子 我就不信你不接我电话了 别动啊别动别动 是你呢还是你呢 一动就你了 嘿嘿嘿 是红烧呢还是醋溜呢 一定 醋溜吧 红烧和酱油 喂 我 吃饭了吗 还 还 还没呢 那整好一块吃吧 啊 金融大厦后街的食饭餐厅 快点啊 喂 你说说你啊 就十分钟的路程你也能睡着 你这种状态像我怎么工作的 没事 一杯咖啡下肚 立刻满血脱火 没了我们美好的未来 再来我也能坚持 你也是啊 那我先走了啊 你开会儿呢 去吧 你开车慢点啊 周大海 你要再不来 我可就糗大了 你 周大海 你要再不来 喂 喂 你在哪儿呢 我就在这金融街后头呢 没看到你说那什么什么痒啊 你什么眼神呢 不是 喂 看 看 看见了 看见了 好 这太难找了 我找了转了好几圈 找不着你不会给我打电话吗 菜都凉了 那你就快吃呗 别等我了 可吃差不多了 哪有 这菜不都在吗 快吃 那会儿太热了 我先歇会儿 热呀 炸有饮料 好好好 你别光喝呀 快吃点 这是他们家的特色 招牌甜品 提拉米苏 焦糖布丁 水果沙拉 好好好 你 你怎么吃啊 我吃饱了 怎么了 我吃饱了 你带甜了 有点顶着了 那就是饱了 服务员 摆单 一共是二百二十二 这数可极力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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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啊 在这时候 不是来人就跟我前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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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打 打包吗 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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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请稍等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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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那个 谢谢款待 不是 咱们之间是不是有误会啊 什么误会啊 你看啊 你一个电话说要吃饭 我这开车大老远的 费吃费油的 我就赶过来了 你说到这儿去 你三分钟都没有 就吃了两片西瓜 哈哈 你什么意思吧 我的意思啊 说这饭钱啊 我就出四分之一 要不咱们A制也行 不用那么麻烦了 嗯 这顿就当是你回请的 什么回请啊 上次我请你吃饭 你忘了啊 这礼剩往来 你也应该回请我一顿吧 再说了 上一回光九千 我就花了五百多块 这一次全部加在一起 才二百二十二 还没到二百五呢 你占便宜了 不是 那五百多酒 都你一个人喝的呀 再说了 是你说要请我吃饭的 你又没说我 我吃了你的还是 再还一顿啊 有首歌你听过没啊 拿了我的给我还回来 吃了我的给我鼓出来 吐 你非要跟我算得那么清楚 那这一顿还不够了 上次我一共花了八百多块 你还得请我三顿才够出 那你 你刚才电话里 你在跟我说清楚这事 我要跟你说 让你过来请我吃饭 也好多来吗 我是说啊 那我怕万一我 要钱带得不够 那多多尴尬呀 那那咱们现在 算不算两清了 姑且算吧 什么叫姑且啊 姑且就是姑且 那姑且我先走了 你去哪边啊 那东边 正好顺路 送我回家 不是 那车在这边呢 那咱们之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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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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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